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政府要怎么用都可以 怎么分配都可以 立法委员把8400多亿的预算 交给行政院 交给卫福部 但是大家要问 我们的疫苗打到了吗 很多人在苦等疫苗 特别是那第二剂 完整保护力的疫苗 到现在都还打不到 那怎么办呢 赶快督促政府 把我们交给你的8400亿 拿去花在该花的地方 今天呢 我们要请到三位来宾 告诉我们的政府 大声疾呼 要如何把我们的荷包勘紧 第一个呢 我们邀请的是我们的尖歌 台北市员王世坚 秀宁好 大家早安 魔戒戴了没 要放给柯文哲 他可能戴个几天再玩 对 那个魔戒非常漂亮 大家都很想要 那当然呢 民众党的发言人杨宝珍 嗨 亭先生好 大家好 台北市员刘许婷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在追钱之前 这8400亿为什么要编这么多钱 为什么要编这么多钱 买疫苗防疫纾困 就是因为我们爆发了 非常令人害怕的本土疫情 今年五月份 阿法病毒的疫情呢 让大家都胆战心惊 非常的害怕 那阿法疫情是怎么来的 现在最新的报告告诉大家 这三加十一的破口 只是决策没有想清楚而已 这么简单 这么轻易 就告诉大家 这波严重的疫情呢 800多条人命 就是决策品质的问题 而这个决策品质 是因为陈时中 一个人做的决策 这非常离谱的一个报告 立法院里头 苏贞昌拿着12页的报告 跟立委们说呢 这三加十一啊 没有什么大问题 问题很小 那从呢 去年开始机组员的居家检疫 从去年的3月19号 一路到现在 所有的流程呢 他告诉你 都非常的缜密 那至于呢 三加十一的决策 怎么来的呢 陈时中听了一次的报告 一个面报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没有会议记录的 那一场三加十一的面报 他听完面报之后 就自己回家想了一下 就决定要开放 两天之后就开放 一个人就决策了 所以他是独立决策 所以呢 他独立负责 我决定 我负责 就要把这件事情给结案了 那他稍微有提到 为什么陈时中 觉得可以开放成三加十一啊 因为他说呢 我们之前啊 已经从七加七 变成五加九 试验了一个月 发现这一个月 好像有什么事 从七加七到五加九 一个月 没事没事 没有发生破口 所以呢 三加十一应该也没有关系哦 决策的逻辑 思维居然是这样哦 而且没有专家背书 没有专家讨论 就是陈时中自己觉得 五加九一个月没问题啦 所以三加十一应该也可以 后来这一连串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呢 关键的三加十一报告当中哦 大家最直言的是说 有一个人的角色 人间蒸发了 明明呢 这个民进党的部分居立委 范云开了一个协调会 而且还发了一个公文 这个公文是范云自己贴 在他自己的脸书上 告诉大家说 我有发这个公文哦 我都是公开透明的哦 那这个公文是告诉大家说 希望 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哦 就是这一个陈时中 在四月十一号之前 就要决定了 是不是可以变成三加十一哦 三加十一的数字 是从这里来的 那四月十一号以前 那陈时中效率还蛮高的哦 他说要四月十一号以前 他四月十三号就决定 那这时间上蛮巧合的 但是整篇的调查报告 没有一个字 写到范云的这篇公文 那写到范云的这个请求 所以这个公文是没有送到吗 就是说范云发出去公文了 魏夫妇没有收件吗 建哥 所以秀云 其实我在想陈时中 他确实是 他说他说话 他做的事 他负责 所以真的是他要一个人担下来 可是由他一个人担下来 我觉得这事情太牵强了 就存如你讲的 现在有挖出来说范云委员 有发了这样的文 不是挖出来 是他自己贴的 他自己贴的 他自己告诉大家 他发了这个公文 那他自己认了 怎么又去贴这个 但是他说这件事情 跟破口没关系 我觉得这怎么倒就倒不下去了 我倒是觉得 我们政府就是诚实面对 因为从去年到现在 这一年半多以来 确实我们防疫的成绩做得不错 这也是拜全体国民 我们这么守法 这么首份 口罩戴好 保持社交距离这些 我们人民的素质都很高 当然另外一方面 我们的官员这一年半来 确实他们也费了很大的功夫 他们也有很大的功劳 这都是事实 但是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这个错了吗 对 我认为说你们做得对的 我们人民都给他们掌声 比方说口罩的供应上面 我们口罩国家对 然后但是这个有判断错误的地方 他们就要承认 因为他现在如果说 是他一个人独断独行 他觉得看起来就OK 那我就开放了 那这非常的危险 这是要有一个 陈时中不是很英明吗 我认为再怎么英明 面对这样的疫情 我相信任何国家都一样 就是说除了指挥中心 指挥中心不是说 一个人两个人在做决定 在指挥而已 他们只是台面上 push the button的 但是就是要指挥中心 形成决策的时候 是要背后要有医疗专业团队 他们来做判断 做决定 再由指挥中心的领导者 做定夺 那陈如陈时中过去他也讲 他说他每天要开数场会议 有时候十几场会议 所以他有时候 他有一些事情记不得 可是他等于承认了说 他每天至少都有好几场会议 那什么叫会议 不是两个人 两个人就开港了 三个人以上 那就是在开会 所以也就是说 你要适度的 而且一定的要尊重你的医疗公卫团队 大家集思广益 充分讨论才可以形成决策 所以如果说他一个人要担 我觉得他个人这样担 第一点 这程序上就不对 那表示说原来指挥中心 都是很草率个人在做什么决策 我觉得这样就不对了 第二个他也担不起 你没有经过医疗专家工会团队 共同会商的结果 那如果你自己就贸然决定了 那很抱歉 这是担不起的事情 因为三加十一 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破口 第三点 我觉得范云委员 范云在很多事情 过去民主运动的表现后 他包括那个女权运动的维护 这些他都做得很好 可是毕竟他单以为 可能因为选民嘱托 比方说这个基斯协会 他们来嘱托 我是认为应该抓心头领和听 就是有所为 有所不为 也就是说当选民请托的时候 我们明知道说这样的事情 其实有为常理 有为我们正常程序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 他一样召开这个协调会 然后就让卫福部 让我们全国这些医疗公卫 组成的专业团队 让他们来回答就好 你这样子的会议 但是你不要做结论 甚至你的结论就是维持 就是强化医疗公卫团队 他们的意见才对 有所为有所不为 并不是说任何人陈情 任何团队陈情 然后你当立委 就一定要如他们的意 帮他们把事情做好 这个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还是有肯定 范云过去他的作为 他在女权运动 他在民主运动的贡献 不过这件事情我们来看 其实比较离谱的是 这个行政院的报告 行政院说要自己调查 这件事情是在立法院里头 用民进党所有60几席立委 投票决定碾压 所有人说应该找第三方来调查 行政院说不要 我自己就可以调查清楚 结果他调查之后呢 他就拿出这12页的报告 这12页的报告里头范云被消失了 然后陶产检的角色被消失了 那你们这个桃园国境的角色 都被消失了 雪姻你是这个3加11破口 所在地桃园机场的 在地的明代 这件事情呢 告诉大家从今年开始 是从7加7 三个月之后变成5加9 就5加9才一个月 3月12号5加9 对不对 4月1号范云开了协调会之后 突然说5加9一个月够了 试验够了 我们要改成3加11 那可是范云不在表格里 这个护航会不会护航的太明显 这就是标准的预盖密章 因为你如果连一点都没有提到的时候 反而大家更加的会往 这两个字现在无法上关键热搜的 往下一个方向怀疑 那为什么民进党做这样操作 我就刚听坚哥这样分析 民进党多一点坚哥那是多好的事情 那没有办法 坚哥我觉得你应该去给苏文昌送魔戒 对 坚哥真的是良心 但重点是这些民进党这个位高权重的这些高官显然根本没有 根本早就把良心早就被狗吃掉了 就是说你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前一手是什么大家回想一下 在这个3加11报告的前一手 是不是讲重新把这个中正纪念堂转型 要拆讲公同样这件事情拿出来讲 讲的时候谁呼应的最大声 就是范云委员 很清楚是在做政治救援 你是为了救范云喔 当然啊 为什么要救范云 那民进党整党陪下去救范云这样对吗 民进党已经进入2022选战前照的热身准备 已经全面进驻了 那在这个东西之后他必须要把事情 转移焦点就要转移焦点 把人控出来就要控出来 从政治拟闹里面拉出来就要拉出来 所以他绝对没有道理 会在他的3加11报告里面重新去提范云的名字 要不然他前面这一整段等于白做了 可是完全消失也很夸张 当然很夸张啊 这个文件档案全部都消失了 这个不是戒严时期才会有发生的事情吗 这个民进党要横踩过照 然后要跳过程序 然后写说跟他没关系 这个可能大家还有辩论的空间 他是完全消失耶 只要提到 他如果完全没提到 还有机会就是说 我后面再转移焦点或怎么样 或让你打三天我痛三天 然后我再止血 但是你如果提到 后面大家就继续往下追问 那郑文燦市长有没有角色 他们绝对是这样的考量的嘛 有了半云就会出现郑文燦 对他现在逐政治防火墙 既然民进党要做政治危机处理的时候 他去逐政治防火墙一定就是 我要逐我就是断点就是一个人 那陈时中话已经讲到最底了 就是我处理我负责啊 那当然就断点就到他 就断在陈时中身上 当然是断在他 所以这是完全政治的 陈时中一个人要carry这么多事情 不容易吧 反正他就是他神功护体啊 我讲他领这么大张的空白支票 然后他累积了这么高的名望 拿来所一所也没什么不好 民进党下棋啊 搞政治像下棋一样 他们是用这样的角度在看待事情 但是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这个错误的决策 造成了台湾境内疫情的爆发 这疫情的爆发 连带赔上了800多条的人命 然后不只是800多条的人命 还有非常庞聚的经济代价 这件事情人民可能不会说 可能因为你可能身边 非常多的塔律班张牙舞爪 所以你不太好意思讲了 但是不满是会累积的 这沉默螺旋是会越卷越大的 所以他要这样做就这样做吧 我今天看了稍早的新闻嘛 这个3加11这报告里面 大概还有超过四成的内容 12页里面有三页还是四页的内容 还在歌功颂德 所以我们多努力多辛苦多伟大 这叫标准的情绪勒索 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 马有尸体不小心3加11大家就忘了 对疫情不留情 这我们都理解天灾 所以我们的债力量难道没有给行政端 足够的方便吗 如果没有足够方便 我们待会要讨论8000多亿预算 怎么过呢 8400亿都给了 对不对 钱也给了 权力也给你啦 你陈时中今天能够端居庙 然后大全灾 我不也就是因为大家共抵时间的结果吗 给你这么大的权力 给你这么大的空间 结果你的回应是绝对的傲慢 然后傲慢的时候 如果大家要挑战你的时候 你还要讲说 我们很辛苦了 你不要这样 不是情绪勒索什么才是情绪勒索 那我觉得这一次两次 大家勉强可以接受 大家偶尔相怨相怨就算了 一而再再而三的时候 人民是接受不了的 这是攸关性命的大事 当然 你说呢 其他的事情啊 大家吵一吵闹一闹就算了 这是关乎每一个人 性命的事情 可能是你的家人 可能是你的朋友 大家身边多多少少都会有人 被这件事情给影响嘛 所以你们在野党吃素的嘛 这个消失的范云 被人间蒸发的范云 就让这个十二页的报告 苏文昌这样亲记过关吗 宝珍 在野党现在真的是 被执政党当塑胶 我只能这样讲 其实现在在立法院 大家都一直调侃自己说 感觉已经变成是行政院立法局了嘛 完全就是在走流程 甚至你看 我们待会后面会聊到五倍券 五倍券这件事情 他自己先定案 根本就还没有先送到国会 然后跟在野党讨论 自己民进党关起门来 我跟我的委员们讨论就好了 所以这个决策是非常的OK的 好所以变成说 在立法院可能在野党的委员 搞得跟橡皮涂章一样 真的不夸张 就是橡皮涂章 那我觉得这个 他那个报告里面 十二页已经很短了 不打紧 里面没有范云两个字 也不打紧 里面还没有破口两个字 他不承认这是个破口 他不承认三加十一 是导致破口的原因 那四月十三号 他不是也应该要有个会议记录吗 也不给 他里面只有讲什么 我们就说到底有哪些公卫专家参与 不告诉你 他只说我们指挥官 就是听取面报之后 我就做出了这个决定 好所以等于说 整个报告里面 他讲到就是 陈时中我自己负责 他说我独立决策 我独立负责 那你们要怎么样 那这个问题就很严重 因为其实最刚开始 大家有没有印象 陈时中部长他曾经说 我没有在这个会议当中 应该是那个陈副指挥官去的 他第一 他眼神中验变成替死鬼 惨到不行 他第一时间 他是想要推出去的 怎么会最后在这个报告当中 就说好我负责 我觉得他肯定背后是有些压力 可能有人就叫他你吞了吧 这个锅你就背了吧 好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也很夸张 大家应该想到的是 17号立法院开议 照理讲应该是要先把这个报告 提前几天 是不是可以先送给委员 委员可以好好的这个仔细的端详一下 看里面有哪些猫腻 我才好去问 十二页其实也没什么好端详 就是嘛 不是那你至少好前一天 我觉得总该要的吧 你一早就要质询 那你前一天给应该是不过分嘛 最夸张的事情来了 他讲说我16号的晚上 就送给委员们 结果在野党委员根本就没有拿到 后来才发现到 他只送给民进党的立委 部分的 大小眼这么严重的程度 部分的民进党的委员 所以包括像民众党还有时代力量 我们的委员都有去反映到说 不是 你怎么会一大早7点半 17号要开议 然后一大早7点半才收到 最夸张的是前一天 媒体就已经拿到那份报告 所以还等于说委员还辗转 从记者拿到这份报告 我觉得没有必要护航成这样 你里面缺少那些关键字 已经很夸张 但是你应该要提前 可以让委员们先知道这些报告 你现在要把委员们当塑胶也就算 但你怎么还让媒体 先拿到这份报告就很夸张 这种报告 专案报告是要进立法院公报的 你进立法院公报的时候 居然有被人间蒸发消失的公文 就是范云自己发的这个公文 在这个调查报告里头 居然跟这个公文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公文的阻止明明就是3加11 那至少也是相关附件 结果你让它完全似乎是不存在 这真的是非常离谱的一个 行政院的傲慢态度 来讲行政院的傲慢态度 来讲它的这个疫苗政策 我们刚刚讲了 编了四波的这个纾困预算 总共8400亿 这个不是8400万 是8400亿 那大家要问的是说 好了不管你拿多少钱 反正疫情这么严重 我们每个人都受到影响 那疫苗让我们打一下嘛 对那行政院长孙昌常常宣传说 我们的疫苗覆盖率是亚洲的前几名如何如何 那这个话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 仔细看一下我们的疫苗覆盖率 我们的疫苗覆盖率有好几种指标 一种叫做这个打完一剂的疫苗覆盖率 那这个大概将近五成 那另外呢完整的疫苗覆盖率 全世界大家在比的都是完整嘛 因为现在在Delta病毒这个疫情之后呢 专家都说一剂疫苗不够 两剂疫苗才有完整保护力 那我们的完整保护力不到5% 所以呢其实我们所谓的疫苗覆盖率 叫做不到5% 就是回到刚才那个3加11了 在疫苗覆盖率不到5% 甚至在这个当时决策3加11的那个时间点 4月13号 那时候的疫苗覆盖率可能不到3%吧 你在疫苗覆盖率这么低的时候 你告诉大家说 机组员的这个检疫 从5加9实验一个月没事 可以变成3加11 然后告诉我们说 你这是非常好的决策 那这个实在是太离谱 那疫苗呢 现在呢我们总共 这个采购 今年的这个采购是2581万剂 那到货量 这个好消息是莫德纳的2剂 终于又来了108万 那这108万呢 现在从总统府到立法院都宣传了 是因为陈时中非常辛苦 每天写email 然后每天打电话 去这个催货 所以还有这个总统也打电话 所以才来了108万的莫德纳 但这件事情早在半个月前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那个时候呢 韩国的莫德纳也是一直没有来 所以呢 韩国呢非常的生气 就派出了他们的卫福部的次长 跑到美国的莫德纳药厂去 还有跟这个美国的这个官员说 我们要催疫苗 你赶快给我来 结果最后莫德纳疫苗呢 答应要给他们700万剂 催货催到700万 那到时候大家在想说 韩国亲自跑去催 催到了700万 那我们要不要去催 也问了陈时中 陈时中那时候是冷冷的回 大家说 如果去催有效的话 那我也会去啊 那但是他没有去 那现在呢 好不容易 本来以为说 打莫德纳一剂的人 第二剂要打高端了 因为台大医院已经在进行实验 要莫德纳混打高端 这个造成群情激愤的时候 突然有108万剂的莫德纳 从这个亚特兰大的机场起飞了 好像让大家突然 一颗悬在空中的心 稍微放心了一下 不过108万也不够 那陈时中有说 10月份之前还会再来400万剂 所以呢 加上这108万呢 莫德纳呢 我们订购了605万 已经到货了511万 也就是说莫德纳的到货率 是还算蛮高的 那AZ的部分 我们采购了1476万剂 现在到货857万剂 那这个高端联亚 就是国产疫苗 也在我们的总采购2581万剂里面 但是现在联亚没有过EUA 所以联亚那500万剂又没了 所以我们其实今年 totally我们的计划采购量 只有2000万剂 事件简单的数学是这样子 我们有2300万人口 每个人打一剂要2300万剂 每个人要打两剂需要几万剂 4600万嘛 那你总采购只有2000万剂 而且那个时候高端的EUA 还不知道会不会过 所以你其实有把握的 就是可以用的疫苗 只有1500万剂不到 对那你是说 1500万剂就够我们2300万人 每个人打两剂吗 还是你一开始没有想要 给大家打两剂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规划逻辑 秀琳 称呼你刚讲的 其实我们防疫抗疫的政策 有一些做得很好的部分 就是说比方说口罩的部分 那这个推广我们国内 怎么样大家共同来防疫抗疫 这个部分我们都做得不错 但是在疫苗的采购上面 行政院跟卫福部 确实一开始是误判 因为当时我们国内的疫情很好 那没有去想到 然后没有去想到说 万一要进一步 因为毕竟我们口罩只是盾牌 只是盾 但是那是病毒没有打进来的时候 那如果病毒侵入到人体怎么办 那非得我们要有毛 要有可以跟病毒对抗的武器 那就是疫苗嘛 所以这是非常清楚 那疫苗误判之后的第二点就是说 事实上对于疫苗 我们不能单压国产疫苗 我们要发展国产疫苗 这个方向做法都正确 可是同时是不是我们也要大量的采购 国际认证的疫苗 并且同时我们也要争取国际疫苗的代工 因为这个部分我们国内药厂 要代工这些药 事实上都没问题 那我觉得当时的卫福部 陷入一种迷思 就是说他们以过去 我们国内施打流感的情况 国内过去施打流感 很多民众事实上并不踊跃 可是COVID-19跟流感完全是两回事 COVID-19不但侵入性高 而且会致命会重病 所以这些都不是可以以流感来做等比 我们流感疫情的时候 我们的疫情指挥中心有指挥官吗 我们流感疫情的时候 我们的陈律中部长有天天下午两点开进一会吗 所以所以啊 所以他的判断基础 对这完全不能等量齐观的 那结果还好是这个疫苗政策 他们的误判 还好是最后震惊了蔡总统 蔡总统才伸手出来 他下去主导才会导致台积电郭台铭后 实际他们能够顺利去采购 还是陈时中非常的天重英明 他在编预算采购 只有2581万剂 其中有一千万剂是不知道能不能用的 高端联雅的时候 他早就知道有人要送疫苗了 他早就知道日本要送来AZ 然后美国还会送来这个莫德纳 然后郭台铭台积电 实际会跳出来捐疫苗 这个他导致 帮国家省钱 如果真的天中英明到那个程度 那也好 可见他就是希望官民合作 拉民间的力量 但是以我们国家而言 购买疫苗的预算只占我们全体预算的一小部分 而且 那为什么要这么小气啊 所以我认为他一方面又要省钱 一方面又要顾及我们要自己发展我们的国产疫苗之下 所以你看我们不但采购的部分 稍微落后一点 量也少一点 而且在争取代工的部分 你看当初AZ找我们 是要让我们做三亿剂 就这么好的机会 我们竟然把它推开 我们推开了以后 最近你送魔剑的那个人 针对这件事情还气扑扑 对 所以他 那这给你要肯定他吗 因为他有他的医疗 公卫这方面相关的专业 他就是爱乱讲话 他如果撇开他爱乱讲话 鬼扯这些不讲话 其实他有的抑郑这种不错 很专业吗 对 所以我 保证你回去要转告你们党主席 今天坚哥有称赞他 送完魔剑之后 对送完魔剑之后就和解了吗 不不不 我希望他把魔剑挂着用看的提醒他就好 他千万不要挂上去 要不然他会更糟糕 因为你会念咒语 那上面有忌文咒语都有 不保证我们现在这个疫苗的数字 我们就简单数学来看嘛 你就本来就买太少嘛 你买2580亿万剑总量 难道是我们没给钱吗 我们大家编了8400亿的预算 那这个总共才花多少钱 你看红海跟台积电跟磁剂 买1500亿才花多少钱 那这个郭台铭台积电跟磁剂 捐赠的疫苗 这个预算大家算起来 每一剑大概BNT30美元 运输成本加一加 31到34美元 那红海这边大概50亿 三家加起来顶多就150亿 1500万剑只花150亿 那我们钱给你编了8400亿 你连里面的150亿都还要靠人家捐 那人家捐了150亿 你自己还没花到150 只花到100亿出头 那为什么要省这种不该省的钱 让大家苦等第二剂疫苗 然后呢本来莫德纳 第二剂只要28天 结果我们延到10周还等不到 从28天延到了10周还等不到 好险喔 这个好险 108万来了 这个是好险 我觉得蛮夸张 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为什么这疫苗到货这么慢 或是你到底有买还是没买 你说你买了这么多 但实际上到底有没有买这么多 其实很多人是一满头的问号 我没有办法相信政府 到底说的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 那到底是不是为了护航高端 我觉得其实这个原因 可能站在里面的比重 可能是蛮大的 那刚刚其实评姐也有讲到 8400亿的预算 对不对 现在已经花到只剩下1600亿了 只剩下1600亿了 我想说这花的速度挺 花钱不手软 挺快的 他买疫苗就很手软 而且重点是他在年度预算里面 他只有新增120亿元的疫苗的预算 根本不够 你如果接下来 你还要打到第三剂 打到第四剂 那120亿元怎么会够呢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好 再来苏贞昌院长讲到什么 他昨天还在那边很开心说 哇 这个加上我们自己购买的 然后还有友邦捐赠的 企业捐赠的 我们已经买了多少 不是 你怎么好意思你知道吗 照理讲你应该要去算的是 你自购的疫苗到货了多少 我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现在我们自购的莫德纳跟AZ疫苗 大概到货率都是五成左右 分别大概都是五成左右而已 非常的低 那我另外后来又算了一下 我们从COVAX 然后AZ加莫德纳自购的部分 加起来到货是797万剂 好 大家记一下这个数字 但是友邦捐赠的AZ加莫德纳 再加上民间所捐赠的B&T加起来是多少 820万剂 请问人家送的还比李自购到货多 这像话吗 我觉得超级不像话 就不可以这样子你知道吗 就是大家已经觉得我们搞得跟乞丐一样 真的是像乞丐一样 我们买得起 但所以问题就来了 现在政府就讲到说 你看我们已经买了明后年的次世代的莫德纳疫苗 加一加总共有3600万剂 但是其成价格现在都不能跟你说不好意思 我这个有保密协定不能跟你讲 但问题就来了 我觉得买多少不是重点 我连今年度你看了 今年度的莫德纳疫苗 505万剂现在都还没有来满 还没有完全来 而且这108万剂新来的这一批 还是我们 我觉得印象中应该是我们民众党在脸书上面 去push这件事情 后来苏贞昌院长跟陈时中部长 都有出来做回应 我们就说 请问莫德纳疫苗 孤儿他们的第二剂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吗 那后来夸张的地方又来了 这108万剂来了之后 他同时又宣布 陈时中宣布什么 他说我们算一下大概库存还有30万剂 可以先让75岁以上的长者先来施打第二剂 什么叫做库存 你要 本来不拿出来的 对 这问题就是 我本来用起来的 对 藏疫苗 我不太懂 就是你 因为第二类只打了65% 还有35%没打完 那打完之后再拿出来 真的是心很累 你知道吗 就变成说你要在野党要这样大声疾呼 然后引起全民的愤恨之后 你才要把你的库存 你当时是把它当成宝是不是 你把它藏在哪里 你是希望第二类继续打是不是 我觉得太夸张了 你既然有 你就是要赶快释出来打 什么叫做 哦我发现有库存 你发现库存是一天两天的事吗 你会今天才知道吗 我觉得你有多少库存 赶快拿出来打 照理讲不该有库存 这不用库存 我觉得他可能怕说到时候 这个量变成零的时候 会难看 就说怎么都没有新的来 我觉得搞到现在已经很难看 被骂的时候拿出来说 我还有30哦 我还有30 这真的很荒腔走板 我们的疫苗叫做边到货边看 我们怎么打 给谁打是看到什么疫苗 然后呢到多少 然后呢能够从库存拿出多少 我们这个量入为初啊 非常的勤俭持家 真的不需要这么勤俭持家 我们明明编了8400亿耶 小牛 这个只有两种可能 就是说第一种可能 其实也是大家 政坛上比较常讨论的 比较可能比较贴于 现实的一种可能 也是比较善意的一种可能 叫做这政府极端愚蠢 就是这个 勤俭持家 投影幕上在两边 是判断错误到一个不行 这跟3加11造成破口是一模一样的判断错误 他们当初的判断是什么 当初在年初我们不是开始讲要采购疫苗 他们不是说我们够啦 我们一次只要200万剂啊 当初不是谈BNT吗 我们不要这么多啊 因为他们的 不要太多 他们的判断是 第一我们疫情一定没问题 一定可以控制得住 第二到了下半年 也就是当初看2021的下半年 疫苗一定会变成买方市场 我以后到处都买得到嘛 会有药症嘛 这是他们当初的判断 这个判断叫做愚蠢 而且无知 而且你连后路都没有准备好 这个完全凸显一件事情 叫政府无能 你判断错误于前 也没有办法善后于后 那我刚讲的这一套说法 还是比较善意推定的 也就是说我只是判断错误而已 你说这只是笨而已 这只是笨而已 但还有一个剧本叫做坏啊 他从头到尾就没有想要买够疫苗 我跟你讲 现在这个政府 你一天不把疫苗采购的合约跟期程 跟大家讲清楚 比照郭董的模式讲清楚的时候 你就不要怪大家针对疫苗有阴谋论 什么样的阴谋论 我本来就没有打算买多 买多我高端怎么办 我高端想尽办法 我要偷渡啊 没了 将就将就 先打一下也不会太差 你看最近在讲混打的题目 AZ混BNT合委不太好吧 没有科学根据 没有科学根据 没有科学根据啊 高端跟莫德纳 我们要走在世界的前面 你不是胡说八道你是什么呢 世界没有人做这个实验 但是如果我们不做的话 怎么走在世界前面 这个就是以人民百姓为老鼠嘛 你这政府不是邪恶是什么 那不是这两种可能吗 为什么今天疫苗 会搞得在左之右住 也不是没有给你钱啊 我们刚刚不是讲吗 连在党议员都愿意 成就这个事 钱给你赶快买 官民合作也可以 自己 你如果你有本事谈判 你自己谈购也可以 请你去催货 不就是希望赶快来吗 可是赶快来 我越来越觉得 一开始我觉得可能是笨 你判断错误 但是你要修正于后 但你都没有修正于后的时候 我就怀疑你坏啊 还是说没有办法 你根本不想修正啊 你根本不想调整啊 对啊 你不想调整啊 不想调整为什么 高端的看起来 施打议员就是不高吗 当有国际疫苗可以选择的时候 人民的选择非常清楚 我不会 有一部分人有爱国心 这我们非常肯定 但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但你政府执政 你不能只是搞爱国主义啊 你还是大家都要照顾啊 不管他支持不支持国产疫苗 你还是要确保他的安全吧 你还是要确保我们台湾的生活 经济可以正常运作 可是这些人心里根本没有人民 他们在他们的眼中 所有的人民 所有的选民就是白老鼠 我一天到晚 拿你们做政治实验嘛 我今天丢这个题目 看你们会不会转移焦点 我今天拿你们做实验 然后用爱国主义为名 情绪勒索你们 看看你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我再来动态调整 为什么后来讲说 30万的莫德纳 刚保证也有讲 库存捞出来 因为他已经知道 今天会有108万进来嘛 他如果没有108万进来的 确切情报的时候 他怎么敢呢 因为他只说我有30万 分配的问题嘛 今天疫苗最大的问题 就是分配嘛 那为什么分配 因为你总量不足嘛 流感疫苗过去都没有问题 上次在COVID-19爆发之前 有严重的问题 因为量不够 抓错了 量不够有分配 一定炒半天 怎么分都不对 所以他一定是 我抓大概是这样的时候 我才放 他为什么要在前两天才放 高端要不要混打莫德纳 因为他知道 这一段时间会有莫德纳进来 如果这个风不对 我把他盖掉 这就是民进党在玩的把戏嘛 所有的东西都是政治操作 所有东西都在做政治判断 这是政治操作 那为什么他们始终都不愿意公开 疫苗采购的合约 到货其成 为什么都不愿意催货 因为这件事情见光就死 这个见光死不是说 疫苗的进度见光死 是你政治操作的 所有的恶行恶状 通通见光死 我刚才许庭是说 这个就是疫苗量不够 所以才会有分配问题 连库存有三十万剂都不敢拿出来 因为拿出来之后 到底该给谁啦 我们想要简单补充一个数据 就是现在讲到不够这件事情 108万剂真的不够 因为其实他本来预期是10月初 他可以给246万人 他可能已经间隔10周了 他必须要打第二剂莫德纳了 246万 请问你108万剂怎么分配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持续追 所以量不够这个问题 到底明年能不能解决 好了今年都已经过到第三剂 第四剂了 好不够就不够 大家从年初一直到年尾 天天吵说疫苗不够 那明年总是有时间好好准备 你现在总会知道 人民是需求这些国际疫苗了吧 那明年准备如何 第一件事情 郭台铭去这个德国催货的时候 说跟BNT先说 我们明年可不可以先 预约个三千万剂 那这个郭台铭说预约三千万剂之后 传回指挥中心 陈时中的说法是这样 够了 我们太多了 这个量太多 三千万剂恐怕是量太多 因为我们已经买了很多莫德纳 然后明年后年呢 连第三剂 第四剂 我们都准备好了哦 真的吗 我们来看哦 2022年卫福部最新编的预算 刚刚送到立法院 热腾腾的预算 来看他编多少 他编一千万剂 整个2022年 他编一千万剂的预算 这是在卫福部的疫苗 采购基金里头编了一千万剂 那明明郭台铭说三千万剂的时候 他说我们已经订了两千六 那不过那是分两年 2022 所以原来2022订的是一千 那2023可能还有一千六等等 那现在告诉我们说 这样子第三剂第四剂都有 怎么可能 我们又要来数学题了 我们到底有多少人还没打二剂 我们现在只有5%的人打了二剂嘛 所以代表说我们可能将近还有两千万人没有打二剂 那他说有第三剂嘛 因为现在要打第三剂 有Delta很多人高风险群要打第三剂 那就算只有四分之一要打第三剂好了 那我们也还缺好几千万剂 你现在跟我说整年度只编了一千万剂 那你在苏贞昌还有这个陈时中都说 我们有编了两千万剂在明年 可是预算只有一千万剂 那这又是骗大家吗 所以所谓的精准采购 就像当初纾困的时候 设定哪些条件 那民众来申请精准纾困一样 我们人民社会普遍希望的是 重大疫情的时候 其实你很多作为 你不一定要精准 为了这个精准 比方说他这个纾困 如果现在赶快来设定什么样的条件 那你要有劳保 那你要曾经怎么样 你不管再怎么设定 永远我们社会上 永远会有好几百万人 领不到这个纾困 就像那个已经得到COVID-19 发烧的那个司机 他明知道有病了 那为什么还继续开车 因为他要养太太两个小孩 如果我们不要设这些条件 我们不要精准 我们普发的话 每个人一万块 他一家事故领四万块一个月 他就不必抱着病 还必须发烧 然后隐藏病情去开车 所以这些所谓的精准 其实是社会认为不必要的 然后精准采购也是 我们这就像 我说实在话 你如果买 买多了 第一点 这就像缴保险费一样 就像缴了保险费 让大家安心一样 社会不会去计较这一部分的浪费 而且买多了可以跟日本一样 捐赠给朋友啊 对 你买国际疫苗捐赠 很多国家都欢迎 尤其现在非洲国家这么缺 还有中南美洲的国家 那现在如果我们要送人家高端 人家是鱿鱼呢 非常鱿鱼的 所以 你不要这样黑高端我告诉你 没有 然后我讲一下高端 我其实对高端是恨铁不成干 这个就是说爱之深 则之切 我认为他只做完二期的其中而已 那继续他应该完完全整的走完这条路 去做完三期 至少三期的其中报告 你要能够做到这个部分 那要按部就班 我们社会对高端没有信心的原因 是因为先前政府的一些作为 亚苗助长嘛 好像说他还没到这个程序 那硬要给他EUA 我觉得这样就不好 所以我觉得高端应该了解这一点 现在为什么社会上施打 他的接受率比较低 我想他应该会规规矩矩的 到明年就应该会有一个好的程序出来 但是以他现在预算的编列 我觉得确实在国际疫苗的部分 是不够的 因为显而易见 因为病毒会一直变种嘛 那现在变种到这个Delta这个病毒 不但穿透力强传染性高 而且现在大家对疫苗的看法 国际疫苗 我这一等一的这些疫苗 都还认为说打一剂 两剂甚至不够 要第三剂 booster还要再加强剂 可能这样子都还不够的情况下 我认为他们大可把这个预算再增加 他编一千万剂是在开玩笑吧 我认为就是 这叫做大加修训 还是说他要让立法院加码 就是我先编一千万剂 然后把剩下的加码空间留给立法院 是这样吗 我不太理解 所以你如果明年只有一千万剂 那你为什么要跟郭董说 已经够了 他觉得 所以就是他觉得一千万剂够了 我觉得这个太荒谬 因为我们稍微持平来讲 你看人口数跟我们差不多的澳洲 他们采购的疫苗量大概都是 人口数大概七倍 可能六七倍 那你看美国也有将近四倍 我们邻近的一些亚洲国家 也都有两三倍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都要硬要算得很精准 你知道吗 而且他的精准是那种可能用比方说 我用七折或八折下去算那种感觉 我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不是外交也做不错吗 就之前你看口罩外交 疫苗如果真的买多了 那我们就外交 你可以去跟人家打好关系 就像日本 或是其他的一些中东欧的国家 捐赠给我们 是一样的道理 我们可以投桃报李 我觉得很好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算到那么精准 那请问接下来明年度 还是他已经预期好 有其他国家会送我们 我不知道 可能有内线消息 我们又有天众英明的算道 有人要捐赠了吗 因为恰子一算 发现我们还有好多 我们留给直善的企业家 让你们有机会可以发挥 所以我们编一千万级 不足的就麻烦各界踊跃捐输 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太夸张 那你看喔 其实现在很多人就难免就会有阴谋论 就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希望大家赶快去打高端 因为高端现在看起来 明摆着我就是打不完 很多 根本就是打不完 现在可能打不到一百万计吧 应该是打不到 那目前 还没还没 他至少合约 95万计 只打了七十几万计 对 而且他的合约上 他是说五百万 然后开口合约在五百万 所以 那怎么办 我们买了五百万 结果现在呢 打了七十万 还有四百三十万 怎么办 这就是为什么他急着想要去看 我们赶快去做研究嘛 就是高端可不可以变成混打的第二级 这个库存要怎么消 还有四百三的库存 高端大概就是会打三剂 因为我觉得 打第三剂 那我知道了 为什么只编一千万剂 所有的第三剂都要打高端 就是前一年剩下来的 就是说其他疫苗 会不会到最后 让你第三剂打高端 这我不晓得 民进党政府 有没有不要脸到这种程度 就是想打第三剂 就是打高端第一剂的人 我认为打第二剂之外 打第三剂是常态 为什么 因为在高端当初 你第一波打完 他就是有六十几万人去预约嘛 那预约完之后 就什么样的消息出来 高端是打到第三剂 那抗体才会突然增加 就是下毛毛雨嘛 就下毛毛雨 打两剂还不够 对啊本来就是啊 本来就是不够啊 那讲第三剂会大幅增加嘛 那个就是做心理准备 那虽然他嘴巴上讲说 要去做高端跟莫德纳混打的实验 但你真的觉得大家会积极响应吗 或者是说你只有这一点点数据的时候 你就敢做这么重大的决策吗 我认为 100个人的实验 对 50个打莫德纳 50个打高端 我认为他做归做是带风向啊 但是实际上会不会因为做出来的结果 然后他就马上要去事情混打 我也不认为他有这样子的 没有应该不会赌这么大吧 这么爱赌是不是 没有啊他就说宣布要混打 结果来登记的人只有0个人来报告 对然后他也敌不过大家 他也敌不过大家的不信任 所以那只是他的尝试 但是高端一定要打三剂 抗体量才足够 这件事情已经是大家都看懂的事情了 所以这些打第一剂高端 你总要让他有出路吧 他真的只打两剂高端他就满意了 没有嘛他就打三剂啊 他打完一剂高端发现没有用 他第二剂可以开始打别的 所以可以吗 应该可以吧 没有啊这也是混打 这个没有任何科学数据 这个也是混打 所以我讲高端打第一剂 没有混打的空间 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大家 虽然有爱国心 但至少把这件事情看清楚的原因 但没关系反正事情都发生 那你就打三剂吧 那剩下多了怎么办 他可以捐给友邦 大概就是不外乎 可是刚刚事件说 这个捐给友邦有疑虑 友邦不一定要 他可以名义上收 实际上不打 没有人会管后卸 巴拉圭的民众 已经透过他们的网络 已经有对高端做一些评语 已经有了 是很正面的吗 负面的比较多 负面的比较多 不是有疑虑吧 我们在巴拉圭申请三期临床试验高端 那这件事情还宣传的很大 结果巴拉圭的民众也有疑虑 他们总是有他们懂得相关医疗 他们也有工会专家 也不能这样讲 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些 而且最主要是程序上 即便不懂得民众 那他们看这个程序上 因为所有现在国际这些大型的 大家认证的疫苗 都是有走完三期期中试验 而且那个三期的其中都做到五六万份 最主要现在打 广泛下去施打 你像这莫德纳 你像AZ BNT这些 都打超过十亿计了 所以他发现负面的那个状况 那个都已经有一个很稳定的 很微小的数字在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不 高端我是觉得这样 我们政府确实现在 你大概不用登记 直接去打就有高端 那现在卫福部是把高端 当成百搭 就是说高端如果搭AZ 高端搭莫德纳 高端搭VNT 高端可以接续任何第一季 当然如果一二三季都是高端 高端来做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都好 百搭就对 就像我现在穿这个黑色西装裤 百搭款 也可以搭Pro3 也可以搭衬衫打领袋 当然我觉得说 他们这个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 但是你背后要有相当 这样的数据来支撑才对 如果只是说他这么鼓励的话 那我觉得这样是不够的 因为人民要有信心最重要 这是疫苗 这不是说台积电连电的晶片 拿去使用 那是用在机器上面 打到身体里面 对 这是打到身体里面 这种重要性 我希望他们三思 但是我想高端也好 林亚也好 他们有自知之明 他们还是继续在做实验 这样才对 那当然 疫苗这件事情 其实是有非常高度的严肃性 所以科学证据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不只是在台湾的民众 对于高端有一些疑虑 刚刚事先居然讲 连巴拉圭的民众 在高端进行三期试验的时候 都有负面的声音 那现在呢 WHO抽到了高端 要到哥伦比亚去做三期实验 那到了哥伦比亚做这个实验 三期临床能不能成功 其实事实上有非常多的疫苗 它的二期都成功 数据非常的漂亮 但是到了三期 保护力都不行 这个在欧美先进国家都有发生 那高端 会不会面临这个重大危机 这个才是被WHO抽中到哥伦比亚 去做三期临床试验 最值得应该要关注的是 不过从疫苗 来看这8400亿里头 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 是这个五倍券 振兴卷 那振兴卷 去年玩了一次三倍券 大家都知道 那行政院吹嘘说 这个撞球杆告诉大家说 一千多亿的效益 一千三百多亿 因为有人绑了数位券之后 就是花了五千块 三千块他花了五千块 所以呢 以此来计算 三倍券有一千亿的效益 那可是你知道吗 三倍券绑定数位的人 只有7%的人 你用7%的人 从三千变成五千的消费增加 告诉大家说 两千三百万人的行为都一样 你会绑数位的人 跟拿纸本去这个菜市场买菜的人 行为一模一样吗 这件事情其实没有办法解释 这完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等级 的一个推论 这撞球杆告诉我们说 哎呀这个增加了一千多亿 所以呢 五倍券我们继续发 发了呢 编一千两百零六亿的五倍券之外 说呢只有一张一种券不过瘾 所以呢各部会都要增加国旅券 动词券 客装券 IE什么圆券 农油券 易放券 那这些周边振兴的券加起来呢 又有67亿 而且呢周周抽天天送啊 你要到预约平台上面去先预约 预约完之后呢 每周抽 不知道抽几个啦 就是有每个都有限额 然后都要抽 你可以抽到奖 抽奖 我们是在振兴 我们是在纾困 这是一个大家心情 不应该这么好的一件事吧 这是在玩游戏吗 这些 那个李秀琳你讲得对 就是说去年三倍券的经济效益 其实审计处已经顶出来 就是说你绑定那个 数位的部分 你只是以那一百三十万份 为绑定 然后自以为是 他绑定后的消费多少 以这个来换算两千三百万份 你你并没有实际去追踪消费端 他消费到什么地方去 所以我认为这是自欺欺人 那审计处已经打了行政院耳光 我希望行政院听进去 那全民也都知道 因为给多少钱 社会去消费多少钱 多少经济效益 其实这很很简单的事情 我希望行政院第一点 不要做知军做知识 不要人民的生活消费 你也要来指导 你要指导我们什么叫做替代性消费 这个你不要花 什么才叫做振兴经济 这个生活人民自己来 那第二点 我们希望你行政院干的是大事 让你们这些部位是去干大事 比方说我们的国土规划 怎么样县市合并 是不是要怎么样的升格 社金怎么分配 或者你看比方最近小英总统 他在领导处理的 比方说台积电去高雄设厂 土地怎么找 那未来用水用电的问题 这些大问题才对 我们希望你行政院是做这个 结果你不是 你自己院长爱玩五倍券 你去玩也就算了 现在各部会 什么动资券 易放券 什么农油券 各部会都来了 农委会文化部 教育部 经济部 大家都来 这些部会跟着行政院一起玩 一直玩 一路玩 大家都在玩 那行政院 政事都不做 行政院忘了说 你是院长 你不是康乐股仔 不要更这种 这对人民来讲 五千块而已 说实话 你非得这么折腾我们大家吗 那一下子先前这五千块 我讲了一下牛排 一下龙虾 我们现在人民的想法 也不计较这个了 你要硬 那你就去硬吧 你就先来碗乳酪饭 你来什么 我们吃什么 就大家不要去乱家 就丢 因为觉得又再去讨论他 他都坚持要玩 要玩到底了 那我们人民其实不计较 那你就赶快做 但是不要拉扯 那么多的部会下来 还有秀琳 我最后解释一点就是说 如果啦 三倍券五倍券 如同行政院讲得这么好 说他可以大幅提高我们的 一千多亿的产值 对 我们的经济产值 那经济成长率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国家 应该把三倍券五倍券 法制化 一年 定期发 对 一年至少发个三两次 他们的薪水也可以用 最好发个十次八次 对不对 天天发 我们的经济成长率一定 哇 那大幅成长 那一定是超日赶美 不是吗 这么好的模式输出给非洲国家 对 而且那你竟然 一年发个十次八次的话 那么大量的话 那干脆 然后就用三倍券五倍券 取代新台币 这个叫新台币 好重大的货币改革 因为你每次要花二十几亿 下去印了嘛 那花个十次八次的话 哇天哪 那花几百亿再印字这些东西 所以我希望他们 适可而止 那你的这个咕噜的魔戒 要不要送去行政院 让他们好好想一想 对啊 做个大一点 做个大一点的 我怕柯文哲 寻到宝了 我送他这个宝 他不还了 不然就转赠给苏贞昌 不过呢 行政院现在玩这些什么券 这么多的券 而且还天天抽 好像一副很欢乐的样子 而且什么现在叫统一 在一个什么五千平台 上面去登录 你要去登录 登录之后呢 开什么奖 每个礼拜不一样 反正现在很复杂 大家搞不清楚 这是为了讨年轻人开心吗 保证 年轻人看到这个很开心 哇好多游戏可以玩 而且搞不好会有很多 这个突然抽到的奖 我其实说老实话 我真的觉得搞得太扰名了 就是你看有各部会的加码 对不对 还有各县市加码 你知道那个弄起来 真的超级复杂 我觉得很夸张的地方是你觉得 政府现在觉得这个时间点 是一个适合玩的 然后中乐透的时间吗 抽乐透的时间吗 你要去走去路上 看一看好不好 多少店面关了 然后多少人可能三餐不济 你要去思考 你干嘛到底不发现金 而且你有办法确定说 你10月8号 你正式发行的时候 你说疫情不会再爆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如果疫情再爆的话 请问你振兴券发出来 你是鼓励大家去群聚是不是 好他现在讲得很大量的黄之 他就说我们这个数位的绑定率 应该预估可以来到20% 这是王美花部长讲的 7%增加到20% 这问题就来了 他之前第一次三倍卷说 他预计可以有37%可以绑定 然后最后只剩下7% 你现在说20% 我不知道是剩下几%而已 打折只有五分之一而已不到 我觉得这不是用喊的 而且最夸张像刚刚坚哥有提到 希望苏院长可以听到 这个什么千亿的效益 审计部已经打脸了 对不对 他就说你的评估是欠缺效益的 审计部都讲得这么明白之下 后来在五倍卷的记者会上 你知道苏院长讲什么 他说这一次五倍卷 预估可以有2000亿的效益 还继续往上喊 而且另外就是好 如果你这一次真的希望 可以在数位绑定上面 有做一个提升的话 我跟大家讲一个猫腻 这一次的第四次的一个 追加预算案里面 我发现到一个怪怪的地方 原本大家想说你如果五倍卷 你真的是要去提高数位绑定的话 照理讲你这种实体卷的一些 配发 运送 物流费 这个应该会降低对不对 没有 他是增加了3200多万 那这不是是相反的事情吗 你说比绑定7%的时候还增加 对啊 那不是你的矛盾嘛 你竟然说你数位绑定你要提升 你怎么会实体卷的一个配发跟配送 又是多了3000多万 我觉得这个地方他太矛盾 他没有说清楚 这样很不好 好 现在大家说看 全民评评理 全民一起来评理喔 虽然是爱理不理 随便你 但是呢你听听看喔 大家花了这么 缴了这么多的税喔 8400亿的预算喔 行政院到底把它花到哪里去 这中间刚刚我们算了很多的数学题 很多题都解不出来 猫腻很多 那这些猫腻 这些需要追踪的事情 我们会持续的追踪下去喔 今天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周见